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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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紅葉老師 那相信呢 如果你過去是我的學生在國中端 有上過老師的國文或者是歷史課 對紅葉老師應該是不太陌生 那這邊呢很開心呢 受到我們行動學習王的邀請 老師呢 新學年要幫大家準備的是統測國文科 那統測國文科 它到底跟一般我們所熟知的 大學學測國文科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針對題目的難易度來說 近幾年啊 統測國文有慢慢向學測國文趨勢靠攏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慢慢導向素養化 所以針對有一些學生他會覺得說 那既然都不考課內了 那我就不要準備好了 反正呢 對於我來講 我去把我的專業科目 學好 共同科目的部分 尤其國文 我可能就把它放著不管 同學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 那你可以看老師的課程 我們快速的幫同學呢 整理到其中的一些心法 讓你呢 用最少的時間獲得最多的分數 那我們當然是先來了解一下 就是說 到底我們統測國文 會怎麼考 它雖然說現在向學測靠攏 但是就題目的難易度 還有題型分配上 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們第一個來認識一下 首先呢題型 統測國文呢 它只有單一選擇題 它並沒有像學測有多選題 或者是混合式的作答題型 所以呢就練習上來講 同學其實就比較不用那麼樣的害怕 我們就是把單選的部分拿捏 拿捏住 如果真的看不懂 至少還可以猜 而且不到扣 總共呢單選題考了38題 總共的配分呢每題2分 所以就是76分的一個比重 好 那呢在這個38題裡面呢 你如果考完你後面還有一篇 佔分24分的作文要寫 總共的考試時間是100分鐘 所以原則上我會建議考生呢 在考場上的時間分配就是5050 50分鐘的時間去寫選擇題的38題 剩下50分鐘的時間去完成 編章首尾句竹的獨立式作文 好那我們就直接針對選擇題的部分 來跟同學來講一下 這38題裡面呢 可以再分成20題的文藝理解 以及18題的閱讀題組 好我們先看一下文藝理解的部分 文藝理解呢 它其實涵蓋的範圍就是 同學所熟知的古文 那現在的話 因為108信課綱 古文呢它是 大幅的被壓縮篇幅 只剩下15篇 但是弘毅老師會建議喔 就是你還是 把古文30讀首 不管是舊的篇章 還是新的這個15篇的篇章 其實它只有微量的調整而已 如果你說你拿15篇要去考這個考試 確實它有可能會鑽一些漏洞 什麼叫鑽漏洞 就是讓我們呢在準備的時候會覺得 誒 念完這15篇好像考試就會了 其實它還是會涵蓋一些課外的東西 就是過去的舊的篇章 所以 對同學來講準備 既然都要準備 人家如果拿15 那如果你拿30 是不是你的勝率會比較高 這是第一個 再來 每一個考試 不管其他學測 還是我們統測也好 它都一定會有小學類的題目 這邊小學類不是 Elementary School 那個小學 指的就是自音自行自義 通常都放在前三題到前五題 還有改錯啦 這個乘語的部分 這個原則上各個考試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所以這個基本的類型 是會希望絕對不要失分 所以這個針對你課內的古文 其實你把它讀熟之後 相對於其他同學 他是放棄古文科 你就有相當程度的優勢 一題兩分 如果你五題 這個不可謂不高 然後剩下的文藝理解 它都是比較單篇式的 它會讓同學看得出來那個題型的感受 比如說一樣有基本的文常 少部分還是有國學常識的比例 當然我們就不用去特別的投入 而且它考的難度也是非常的簡單 就是那種一翻兩瞪眼 你只要有基本的觀念 應當是可以拿下分數的 所以這個總共佔了20題 好那另外18題就是閱讀題組 這邊的話就是跟學測很像 可是它的文字的長度 還有篇幅的難度 就沒有學測這麼難 因為畢竟學測還有另外一個 現在新式的多選題加上混合手寫的題型 那閱讀題組總共是有六篇 那剛好是文言文三篇 百話文三篇的一個情況 那呢我們就會跟同學講說 在這個閱讀理解 在準備心法跟整體的統測國文 你除了這個看弘毅老師的課程之外 你當然可以完全的去相信老師 你只要跟老師按部就班 就可以把這個科目學得很不錯 那我會說什麼叫準備心法 你自己在學校 或者是說你沒有看影片的時間 你可以額外再做什麼 原則上兩大方向 第一個就是前面老師說的古文 我不會希望你只有讀15篇 我會希望你完整的讀到30篇 包含了舊的篇章跟新的篇章 這個的部分 請你在日常生活當中 就很像你在看這個小說 你把它當成稍微使自己一點耐性 去把它看完 好這是第一個 另外一個部分 因為同學畢竟其實也是要考表達能力 包含就是手寫作文的部分 所以可以的話 一個禮拜希望你可以寫一篇的作文 然後拿去給老師做批改的動作 老師可以適時的給你建議 因為畢竟作文的24分 如果你說完全放棄的情況下 其實也是蠻可惜的 因為我們畢竟考試 考的是一個整體的分數 如果你可以把選擇題老師教授你的76分 穩固好那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如果24分的作文 你都沒有好好的去把握 那這個是不是覺得好像 有一點前功進氣的感覺 所以其實就是這兩點 那剩下的話 老師的講義呢 有非常豐富的這個單元跟教材 我們會循序漸進的 利用這樣子的課程時間 總共20堂 幫同學呢 快速的去奠基 國文的基本能力 而且我還會教事實的解題技巧 不會說讓你覺得面對國文 這個浩瀚無垠的範圍 好像是深不可測的海一樣 就是直接丟一顆石子 噗通 石沉大海 事實上是不會的 國文他覺得有準備的方法 而且準備統測 跟準備學測不一樣 所以這邊老師請同學放下來 你手邊所謂的難題 還有包含了一些 他太監測難懂的東西 或者是比較高中 甚至是高中過去指考導向的東西 暫時先把它各在一旁 你全心全意的相信老師給你準備的教材 還有我們的這個考題的方針 那有些人會說 那統徹的歷屆考古題要不要做呢 其實如果行有餘義的話 老師會建議 你至少完成呢 就是近五年的考古題 雖然有人說考過的觀念不會再考 重點是你可不可以藉由這樣的考試 模擬時間 模擬這個答題時間 自己呢去熟悉相對應的這個手感 因為畢竟呢語文這種東西 他的心法就兩個一個叫逼自己的逼 你每天就是要強迫自己一個時間去看他 因為沒有看他你一定會逐漸的去怎樣 淡忘掉對不對 那另外一點呢就是我們要透過累積 所以你不可能就是讀了一個統徹的總複習 我只看了前面三堂課 可是去對應到學校的考試 欸怎麼我都沒有進步 好不是這樣 因為你至少呢要去還過去的債嘛 以前的地質比較薄弱 不是說聽了兩三堂課 就會飛黃騰達 就會成績突飛猛進 總要給自己一點耐性 去慢慢的養成他 那你只要跟著行動學習王 弘焰老師 絕對讓你事半功倍 更加的節省你準備這個共通科目的時間 把它省下來 去幹嘛看你的專業科目 好那我們期待呢 在線上課程與同學見面 我是弘焰老師 我們課程見 拜拜 字幕伸一下 旦閃 就像打破了 你 我沒有問題 我應該推進一下